四字的对联 百家性的灯笼 品种环豆的煎油果 热气腾腾的梅州板 新鲜肉丸 火制娘酒 盐焗鸡 松花鱼 柚子做菜 传承创新玩转年味美食 到广东梅州过年 感受客家人的年味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梅州是位于广东省的东北部 地处米粤干三省交界 梅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著名的客家菜之乡 街幼之乡 长寿之乡 梅州是明清以来 客家人演播四海的主要出发地 是全球最有代表性的客家人聚居地 被誉为世界客都 到梅州过年 感受到的是浓浓的 地地道道的客家年味 炸剑队 炸品 刷队链 刷灯链 买一些队链 灯笼 还有一些门绳 要回到老房子里面 拜祭生命 拜祭祖先 吃个团圆饭 我们小时候是最期待过年的 因为过年前家里会给我们添置新衣 然后带我们去购年货 然后到了年二十五以后 我们就会在家里面炸各种煎炸品 像煎圆 伞子 像玉圆等等 一边炸我们一边在旁边吃 到了大年三十的时候 我们就会敬奉祖先 然后我们会把敬奉祖先用的一些祭品 然后拿回家里面 然后做团圆饭 梅州人过年 习俗很多 要置办的年货也不少 想要一站式构齐 还得来梅江区的江北老街 基本上这一条街走过来都可以买到 逛老街 备年货 首要任务就是要定制一对灯笼 再买上一幅对联 看似常见的灯笼 在梅州却有特别的讲究 陈五妹从1996年开始写灯笼 如今六十岁的她 在过年期间每天都要从清晨五点钟 写到半夜十二点 农历喜业过后就开启他们的灯笼 就被你们那个百家姓之中 你们家里是什么的 姓林的西河堂 姓李的龙西堂 就说每个堂号的对标 从哪个地方迁来的 灯笼上不仅要写上自己的姓 还有家族的信息 遇到桥迁 新婚 天丁等喜事 还要写特定的内容 买了灯笼再买上一幅对标 梅州客家人的对标又有什么讲究呢 我们这客家的话就是什么堂 它信息对标都是四个字的 手写的好多 每年都很多 像一天的话写个白来数是最正常的 在老街写了二十多年对标的古语旗 每年春节前的这段时间都忙得 没有时间睡觉 很多困惑都是留了唇根的 一般我这里关店两点 回去的话 两个一两个钟头就要起来写 写到七八点我就回来这里开店 每年都是 最后半个月几乎就没有睡觉了 在江北老街置办了灯笼队联 接着就要到扎平一条街的游罗街去买上一堆煎油果 吃了煎油果才真正开始了梅州人的年味之旅 煎煎炸炸了就表示我们过年了 现在就好很多了生活条件那么好了 每天都可以去买来吃 我们小时候要在过年的时候 要省着吃哦 有人才拿出来哦 陈霞英从小就看着爷爷奶奶的煎油果 后来跟母亲学会了这门手艺 在游罗街开店做煎油果已经26年了 以前我们小时候就家家户户的做 现在他们都来买了 一天炸八个钟 上午七点半到中午十一点半 下午一点半到五点半 就几百斤 白芋头去皮擦丝 加上姜丝 芝麻 盐 花生米 活云 在棕榈油里炸到金黄 酥脆可口 芋圆只是众多煎油果种的一种 梅州的客家人过年 要吃的煎油果还有很多 这是芋圆 这是南瓜圆 这是散枝 这是牛耳朵 这是猫耳朵 还有芝士兰花跟切碎饼 凡是带有圆子的煎油果 都有团团圆圆的吉祥寓意 而寓意交好运的油饺 最能体现客家人的迁徙历史 以及迁徙带来的饮食文化的融合 它是有白糖 芝麻 花生米 半成的 油饺和北方的饺子外形差不多 但是皮和馅都不同 油饺的皮用的是鸡蛋面 馅料是甜口的 包好之后几大盆直接下油锅炸 一摇就有甜又香 芝麻很香 甜香脆 芝麻在我国南方很常见 也是梅州客家人过年必吃的美食 老街上手工打芝麻的吆喝声 似乎也在提醒着大家 春节马上就要到了 一定要把这个声音要发出来 要不这样子很累 你没有发出声音 对我们身体不好 该出手是就出手啊 张继才从小跟着父亲学习打瓷巴 在梅州老街上开店已经12年了 在保持传统手工打瓷巴的同时 张继才还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 打到差不多又要翻一遍才均匀 我爸爸以前他们老是说用手去翻 因为这个翻子刚刚蒸出来很烫啊 所以我现在我就想了很久 就用这个来翻 而且又讲究卫生又不会烫 我扎三遍翻一次 翻到一百多下就差不多就扎得好 扎好的齿巴它会起泡的你看 这样的高起来 它不会掉啊 等到糯米饭在石旧中垂塔好 就可以尝尝梅州特色吃法的瓷巴了 我放在那个壳里面 鹿碗一样 它要多少我就出多少 有些要十块十五块 我就要这样出 然后沾上那个配料 芝麻花生白糖 就是这个 对对对 十五块钱一份啊 来先做先卖啊 原来过年才能吃到的瓷巴 如今在张继才这里一年四季都能吃到 因为瓷巴好吃 张继才一年要达七万多斤糯米瓷巴 不过在梅州的年味美食里 这个黄灿灿的食物比瓷巴的地位更高 黄金板叫做吉祥食品 很多拿来送那个亲戚啊 朋友啊 黄金板俗称黄板 做黄板的主料是一种定制的米 这个就是做黄板的一种和米 大厂里面没有 要去农村农厨里面那里去买那个稻果 我每年大概是九千斤稻果 我要多少 我要三百斤五百斤 我再去加工 加工到米 对 因为这个米放不了多长时间 除了和米 做黄板 还要用到一种在米越干地区 被客家人称为黄板树的植物 专门做黄板的一种植物 砍下了以后呢 要烧了灰 烧了灰以后呢 再来了熬水 就是这种水 就是这个碱水 因为黄板树做成的碱水容易变质 所以做黄板必须等到冬天刮北风了才开始做 和米被黄板树碱水泡好 上锅蒸两遍就能入石就锤打了 过年啊 过节的时候啊 真的根本应手 该我们能做多少就卖多少 打好的黄板 透着和米和黄板树的独特香味 嚼起来绵软中夹杂着脆脆的口感 搓成条状 冷却后可以切成小块 蒸炒煎煮吃法众多 瓣其实是客家专属词汇 指的就是用大米糯米或者木薯粉 搭配馅料做成的点心 在世界客都梅州 到底有多少种板 当地人都不一定能打出来 北方人是吃饺子 我们这里南方人就是吃笋板 百猴镇 他们每家每户逢年过节都要做这个义子板 这是素食甜的 逢年过节就一种义头 它叫发板 义义也是发财的意思 感觉它笑开来也有人叫笑板 不同的板 皮不同 馅儿不同 包发也不同 十几位阿姨每天都在忙活着 这些叫菜丝板 里面的馅料 它这个馅料是萝卜丝 我们将一个个的馅料匀成好之后 我们放进这里面 然后加上我们的柚子叶 这是糯米皮软软糯糯的 它蒸出来也就是白白的那种软糯的口感 众多的板中最受欢迎的还要数用料最多做工最复杂的笋板 出门的时候要给亲朋好友带一点手信啊 都是带些笋板 会主要选择的就是笋板 做笋板的馅料就有八种 其中主要的就是鲜笋 有鲜笋 有萝卜丝 豆腐干 还有豆腐干就是两种 香菇木耳 一点点木耳 肉碎 所有的 其实这个一看就是一个南北结合的一个东西 看着其实有点像包大饺子 对 但是用的皮呢又是木薯粉的皮 对木薯粉的皮 为猪人过年少不了吃寓意着团团圆圆的各种肉丸 56岁的张秀梅已经做了32年的肉丸 每天凌晨5点半 订购的新鲜猪肉牛肉鱼肉会陆续送到店里 张秀梅便开始忙碌的一天 张秀梅会按照头一天订单取货的时间先后开始做不同的肉丸 要冰块 这冰块才不会发热 好像带着新鲜度是吧 是是是是 冰也要撑过来 加点盐 加点内筋 加薯粉也是加一点 猪肉用绞肉机打成肉泥之后 趁着新鲜马上挤成肉丸 80度左右的水 本要扫的就马上被扫到水面上来 肉丸要先在80度的热水中定型 然后再倒入90度的锅里煮几分钟 虽说是煮但是水不能沸腾 开始会抛起来会开发了 把它翻滚以后就会均匀 那里面慢慢熟慢慢熟慢慢熟 阴嘛那么阴那里面就熟了 熟好了就可以马上吃 做牛肉丸除了少加木薯粉 其他的和做猪肉丸完全一样 两种肉丸吃起来都是弹韧爽滑鲜味十足 另外美洲人过年爱吃的牛筋丸 还有开锅肉丸 酿豆腐都是张秀梅店里 供不应求的年味美食 制娘酒是梅猪人准备年味美食时必做的一件事情 也是客家的女主人们都擅长的一项技能 我们客家人春节前一般进入冬至以后就会做娘酒 娘酒它要选用超糯 梅猪人做娘酒最佳的食材就是超糯米 用饭增蒸熟的糯米要在竹炉中摊开晾凉 然后加入酒区 原来我们小时候物质比较缺乏 一到蒸糯米饭的时候就特别开心 蒸好了就拿个碗 先捞点白糖 然后就这样吃 先在大缸里均匀地撒上酒区 然后再把加了酒区的糯米饭放进大缸 入缸之后还要打一个井 等到井里出水了就代表糯米饭开始发酵了 梅州的客家人对这一现象还有个特定的叫法 来娘了 不过这个酒为什么叫娘酒呢 娘酒以前客家人生活条件比较辛苦 做妈妈的时候才吃得上这个 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妈妈酿的酒 发酵七天之后 糯米饭就变成了酒糟 酒糟从大缸转入酒瓮 根据自己的喜好 可以发酵一年 两年 三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这个是我们酿了两年的陈酒 特别纯 特别甜的 这个咱们出来的这个叫酒娘 咱们一会儿还要给它火制 不是说直接可以用 直接也可以喝 但是它去湿的效果就没那么好 因为它可能里面还有一点水分 去掉酒糟的娘酒要加入红枣 姜 等身 黄芹 枸杞 黑豆等食材 然后用菜叶子密封酒瓮 之后就可以点火制酒了 以前农村里面都是几家人轮流着看火 就是大家会凑到一起制酒 基本上就保持这种 整个48小时全是这种状态 对 对 对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48个小时之后 纯正的娘酒就火制好了 无论是直接喝还是入菜 都是美洲人喜欢的味道 尝一下 尝一下 特别香 但其实没有太多的酒精的味道 十来度 实际上就是只是把它糖化了 里面的全部是纯的酒娘的 特别好入口 有点像喝红糖浆水的那种 但它又很纯厚 喝到酒里面有那个酒的香气 有酒香的那个纯香味 对 对 对 美洲客家人的年夜饭 头菜必须是寓意着 大吉大利的一道鸡 娘酒和鸡肉搭配做成的娘酒鸡 称得上是客家菜中的经典 现在改良过的以后就是干身的 就是有一点汁在里面 一点是很多娘酒在里面的 油烧热 剁成块的鸡肉和姜片同时下锅 五分钟的时间炸至金黄酥香 用漏勺捞出控干油分再次入锅 倒入娘酒 直到汤汁变得浓稠 一份寓意着大吉大利甜甜蜜蜜 红红火火的娘酒鸡就出锅了 其实梅州人过年寓意大吉大利的还有一道 名气更大 算得上是客家美食名片的菜肴 那就是盐菊鸡 原来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做盐菊鸡 现在因为工序繁琐 很多人都用现成的盐菊鸡粉来代替传统盐菊的工艺 但是林玉民还是始终坚持用古法做盐菊鸡 林玉民做古法盐菊鸡 选用的是散养的还没有下蛋的小母鸡 配料只有海盐一种 我们就是用那个粗海盐 像我们腌制的话大概两个钟左右 然后那个晾干的话要五六个钟 腌好晾好的鸡擦干水分 用白砂纸和黄纸包起来 两个纸它都比较套气 鸡在极致的过程当中 那个水分能够飞发出去 把盐香味慢慢生定到那个鸡鸡肉里面 还有一个呢就鸡肉跟盐隔开来 海盐炒热 垫入砂锅底部放入包好的鸡 火的大小我们要控制好 火大了它容易烧焦 小了它就不容易熟 我们砂好鸡也要都做好 最少都要十二个钟 春节的话我们一天 最多也只能做到一百只左右 因为它米子都是要用手工去做 梅州盛产蜜柚 柚子入菜 让梅州的年味美食有了新的特色 盐焗鸡撕开 鸡骨垫底 铺上鸡肉丝 盖上鸡皮 用鸡头鸡翅造型 再配上柚子米和葱姜等辅料 用广东传统捞的方式吃 大吉大利的盐焗鸡又多了一层风生水起的美好寓意 柚子全身都是饱 在大仆人的手里不会有任何浪费 柚子囊可以做一道菜 柚米可以拿来蒸鱼 炒饭炒菜 柚花可以拿来炖汤 晒干的柚子花蕾不需要处理 直接与肉饼一起入炖中 倒入山泉水 用盐 鸡精调味 附上保鲜膜 上锅蒸一个半小时即可出锅 柚子囊在大家的印象中 味道非常寡淡 口感也不好 这个要怎么做才能好吃呢 其实中间这部分白色的 这肉皮不要 肉皮就微苦 柚子囊先下锅煮五分钟 再用清水洗净 就变得橙黄透亮味道微甜 像棉花糖一样绵软 然后再放入糖水里熬煮 味道更加香甜 柚子囊搭配南瓜 一道寓意着红韵当头 色香味俱全的 煎瓜蜜柚囊就做好了 柚子米做菜既能去腥增香 又能增加食物的口感和味觉的层次 搞点柚子汁 去一下那个鱼的腥味 不要太多 太多的话会影响它的口感 鱼的鲜味就体现不出来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上锅蒸了 恰到好处的一点柚子汁 沿在鱼上蒸五分钟 再撒上一点柚子米 吃起来又甜又鲜 在美洲还有一道松花鱼 是逢年过节宴席上 必不可少的一道传统美食 二十多年前的时候 在那个农村里面宴席 几乎每一个都有的 松花鱼主料是草鱼 去掉竹骨和大刺 稍微冻过之后改花刀 然后抹上蛋黄叶 现在切出来的那个 一片一片的 这个炸的话一定要用这个鸡蛋黄 就是每一片 每一片这个鱼肉上面 都要把它裹上蛋黄 蛋黄叶涂抹均匀 再用生粉炸一遍 让每一块鱼肉都能散开 然后就可以下油锅炸 炸好的鱼如同松花一般 只需要用西红柿丁 加上菠萝丁炒成酱汁 淋上即可享用 酸甜鲜香非常美味 每周人的鸟味 还必须有一道代表 长长久久的菜 那就是酸菜炒大肠 洗净的猪大肠 先使按劲来回剁 让大肠变得松软 再切段焯水 焯水的时候 那个时间不能太久了 因为这个猪肠一久的话 它就会吃起来很润 酸菜也要过一下水 超过水的大肠加盐 白糖 生抽调味 酸菜加少许白砂糖 酱油炒香 出锅备用 锅里放油 调好味的猪大肠入锅 煎到两面微微焦黄 再灰入酸菜 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年夜饭承载着一年的收获 也表达着人们对未来的奇迹 五星级粤菜师傅陈泽焕 就通过年夜饭 呈现了一桌美好的祝愿 我们幼丸嘛 它只是幼嘛 那我们可以做长行的 它象征就是我们团圆的幼丸 你看 那么整个家庭抱在一起的意思 寓意团团圆圆的肉丸 摇身一变成了抱在一起的 一挂鞭炮 白酌虾去掉虾壳 虾仁搭配土豆泥 红红火火的大灯笼 就跃然盘中 西饭就是取着这个意欲 满谈笑话 鱼胶搭配百合蒸熟后 再浇上浓浓的金汤 就成了一颗包罗万象的金丝绣球 在美洲过年 年夜饭的美食还有很多 寓意着招财劲宝的蒜盘子 和家团圆的伞子 金榜提名的三级地汤 蒸蒸日上的梅菜扣肉 红红火火的红烧肉 招财劲宝的煎酿三宝 羽衣着盆满钵满喜庆团圆 咸味浮臭的盆菜 咸肥香的十几种食材 混为一体 一层一层地吃下去 层层不同 层层美味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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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茶北米冬笋西鱼 有着鱼米之乡的得清 如何过大年 大年糕做青圆赶大吉 依起来品尝鱼汤饭里的得清年味 烧羊肉蒸腊肉做茶糕 再来瞧一瞧千年古珍的人们 如何过大年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家乡的年味 浙江得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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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